在我这一年多的断舍里中 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会唠叨没有太多的时间 比如说去收拾孩子的纪念品时 扔就是很难 更心烦老公什么都扔不了的障碍 虽然这一年多我捡了不少的物品 但还是有很多因为还能穿 还没有穿过物品状态还不错 想着在二手市场上出售 过于担心很难大幅度减少东西 怕扔掉后赶到后悔 很贵的东西扔了觉得可惜的心情 很强烈等等的理由扔不了 今天我就结合我这一年多的经验 来分享一下我走过的断舍里的旅程和思考 想断舍里想给自己更自由的空间 但就是迟迟没有开始 种种的理由心烦是 首先让自己把东西从收纳里取出 拿出来整理整理 用手摸一摸 没见物品比想象中更能感受到它没现在的样子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期呢 拿出来看看 所想与实际经常不同 也就是那句话 想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行动才有可能开始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积压了这么多的围巾 我今天呢就把它拿出来整理一下 然后呢也是顺便给我儿子Lin准备挑两条给他用 在小的时候他几乎是不用这个围巾的 但是面临着清净器 他对自己的穿着打扮特别的在意 这个年龄 所以呢我想从我的围巾里 给他找出两条让他用 这方直到就是太多 而用不完浪费吧 这条围巾已经是最少有两年以上没有用过了 那记得它是我当年经过上海时 在上海住的一个朋友家住了一晚上 正好变天气 他就把他的围巾给我用了 这一刷也有十来年了吧 这条围巾去年扔了一个 这一条呢是新的还没用过呢 今天把它拿出来看看 搭在这儿可以给冬天的氛围呢 增加一点气氛吧 这条围巾是我去年用的最多的 有点起毛了 但是它太百搭了 所以一段就迟迟没有舍得扔去 今年打算还是继续再用用它 这条毛巾太有历史了 是我学生时代的 去年想扔了它 怎么着就是最后又把它给拿回来了 我今天想把它这个碎子给它拆了 再利用一下吧 其实断舍粒中这种事情经常出现 真的是不舍得扔时 也不要逼迫自己 我从来不认为 断舍粒就是为了扔扔扔 断舍粒是通过扔哪来让你知道 每进一样东西时要慎重地考虑 是不是应该需要它 不浪费才是目的吧 我的包去年来了一次大的整理 几乎扔的差不多了 那这些包呢 多部分吧 是从朋友那里拿到的 正好呢 今天也是从这里吧 再给拎找出来两个 让它背 也是尽量能不买就不买吧 这个给拎背 其实我们家好多东西 我们和拎都是共用的 现在呢 一起也赶上我们的脚步 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 扔了吧 这个包我还蛮喜欢的 很小 用着比较方便 但就是有点脏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除 想想办法吧 这个扔了 这个是朋友的妈妈给我的礼物 还没有用过 放在这儿都已经压扁了 我把它给先给撑开 有机会用吧 这些东西 再给你一个小伙子 当感觉扔不了时 就会纠结心烦 致时很疲惫 甚至永远讨厌自己的犹豫不决 这个时候呢 不如跟随心情放自己一点时间 也可以一直做整理收纳整洁 虽然物品没有变化 但积压的灰尘没有了 也就够了 可能没有想象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感觉 但行动了总会有变化 一个月半年 重要的是持续不间断 总会一点一点 向着自己的理想靠近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段手里一样 进入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也会进入一个平静期 不管段手里走到哪一个阶段 就说不要停止 一旦你停止 就很难再有心情拾起来 即便是不知道该如何前行 但动起来总会有变化 也都是我的毛衣 下面一部分呢 怎么是拎的 就是打球用的一些运动服 怎么放在这里呢 真的是不拿出来 真的是完全忘记 今天把它给整理出来 这件衣服其实它现在不用了 但是想着以后 一旗会不会用到 所以还是暂时想放一下 这件衣服呢是一旗的 去年都已经不能穿了 一旗已经小了 但是我感觉我还可以穿嘛 就是刚刚冷的时候 可以在房间里这么穿 也有点小 但是 也可以 最起码现在是没问题的 我去照一下 看着还可以吧 反正就是挺轻的嘛 羽绒的 能给到人的话那就是 毫不犹豫的都会送给别人 但是就这么扔了 还是觉得有点 可惜 我也可以穿 但是不能什么都留给自己吧 那不是都又欲出来了吗 断舍林是一项反复进行留下什么 或丢弃什么的判断工作 因此呢 非常的好体力 即便分辨出哪些药 或者是哪些不要 对那些不要的物品 搁置而迟迟不能扔去 让断舍林呢 不能持续 就会心烦 在犹豫不绝的情况下 就会因为未能按照计划进行而栽败自己 最重要导致挫折 林回来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我已经折腾了好长时间了 对放置很久没有实用的东西 重新可以拿出来看看 就如我不想丢弃这件起球的毛衣 如果只是起球妨碍了穿它 那就试试 有没有别的办法去除 特意去买了这个东西 听说好像还可以 只是这件毛衣 我看还是蛮多的 不知道能不能去除掉 试试吧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种东西 在这反复的整理中 突然有一天曾经那么忧郁 那么纠结的东西 也不再执着 想扔的想法就会来 真是不可思议吧 感觉并没有怎么去除掉 也许是我用法不对吧 好像是一个很细的活 让我再试试这个吧 这个相对的好弄一些感觉吧 能明显的感觉着 这小小的一块已经是去掉了 看来还是可以的 只是电池用的超级快 已经没电池了 家里也没有预备的 就等我买了电池以后再慢慢弄吧 很多东西真的并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也不是对它有感情放不下 很多时候真的仅仅因为 就这么扔了它而觉得浪费 这种心情会自觉 让我在买东西的时候 不会那么轻易的去买了 对今后的购物 也会比以前向前跨一大步吧 离最高的那边自由的空间 我还是有一段的路程 需要走 但是我非常的有自信 我能够做到 如果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 可能会感到非常的疲惫 因此尝试以享受断舍离的过程 并慢慢进行为目的 断舍离是在生活中 反复出现的事情 不要勉强在短时间内完成 放松心情 慢慢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